中央地质调查所公布了第一波 包括了台北市、新北市等八个县市的土壤液化浅市区 其中被列入高浅市区的面积超过了2.8万公顷 不过昨天中午一开放 查询的民众就塞爆了网络 行政院呼吁民众不要过度恐慌 应该要更关心房屋结构的问题 你家是不是位在土壤液化区 中央地质调查所在14号中午开放民众线上查询 不过可能因为上线的人数太多 不到20分钟网站就瘫痪连不上去 顺利进入之后可以看到有民众版与专业版 一样可以进入地址查询 差别在资讯提供的多寡 以颜色区分显示土壤液化前市分为低中高三级 高前市区面临强症发生时 地基较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真的不需要太担心 就是土壤液化并不是宣判死刑 跟您这个房子建造的这个工法什么 其实是才是最重要的一个重点 目前第一波公布包括台北市、新北市、新竹县市 台南、高雄、屏东县和宜兰八个县市 列入高前市区的面积超过2.8万公顷 台北市和高雄市有不少精华地带也包括在其中 而台南、红区主要在沿海区 新北主要在三重靠河区 其他县市也将会陆续公布 我们在做这个整个先后秩序的规划的时候 有考量到人口密度、资料的丰富度 以及它地址条件是不是比较容易液化 等等的去考量做先后秩序的规划 因为毕竟预算还是有限行政院表示 土壤异化并不是不能住 政府已经拟定配套措施 除了公布土壤异化前市图 也补助地方政府进行钻探 进一步取得更精细的土壤分布状况 并且进行地址改善示范区的计划 以及协助民众自主检查 协助老旧住宅结构渐检 呼吁民众不要过度恐慌 记者王淑城昌维台北报道 流感疫情严峻 有人打了疫苗照样中标 这让外界质疑疫苗的保护效果 疾管署强调 目前疫苗的保护力有七成 今年10月开打的公费流感疫苗 仍然会以三架为主 除了原有的两种A型病毒株之外 B型病毒株将会从原本的三型株 改为维多利亚株 流感疫情持续拉警报 从去年7月到现在 已经造成121人死亡 还有人打过疫苗照样中标 有医师认为除了A型流感病毒变异之外 每年世界卫生组织WHO 都是用欧美地区的病毒株 来预估全球疫情 但却与台湾流行的病毒株不尽相同 所以民众即使打了疫苗 也只能碰运气预防感染 B的准确度 B因为目前已经变成 维多利亚跟三型株同时流行了 所以两个病毒都在的时候 如果你用三架疫苗 那就一定会漏掉一型 医师表示去年底 各国使用的流感疫苗 都是三架疫苗 包括两种A型 H1N1GH3N2 还有一种B型三型株 而台湾是除了两种A流 还有两种B流同时大流行 所以是有预测错误的几率 不过世卫组织2月已经预测 今年的全球疫情 还是维持三架疫苗 H3N2已经要换株了 那这一株呢 很可能就是去年在香港 造成500多人死亡的那一株 B呢 也从所谓的Yamagata 三型株呢 要换成维多利亚株 机关署强调四架公费流感疫苗 是未来的趋势 但是受限于公务预算 今年10月开打的疫苗 仍是三架为主 至于疫苗的预算及数量 还在精算中 预计三月底前 会送进行政院核定 记者来说明讲龙翔 台湾报道 艺人黄安日前返台 使用健保就医 引发争议 现在民进党立委将提案 要来修改健保法 增列黄安条款 也就是海外所得 如果没有在国内缴税 即使缴了健保费 但是在半年内没有入境 也不能够回台来看病 长期旅居对岸的艺人黄安 返台就医 引发健保争议 有立委提案修法 增列海外所得 未在国内缴税 而且半年内 没有入境中华民国者 即使缴了健保费 也不能回台看病 如果你根本没有出来台湾 那你在海外的收入 也没有缴税 那么你不应该 跟我们一般的国民 享有同样健保的保障 不过民间团体认为 现有健保法规定 只要是中华民国国民 户籍在台就可以纳保 享有健保资源 如果改成纳税与否 来决定是否纳保 有为健保精神 而且二代健保 将保险对象 分为六类十五目 其中很多是在台居住 但未达纳税基准的民众 民间团体指出 税计改为家户总所得 才是落实公平课税的方法 立委的提案 根本是治标不治本 从健保法 为什么做不到 主要是因为宪法保障我国国民 参与全民健康保险的 这样权利的义务 因此如果我们要排除某些国民 适用健保法 显然在宪法的层次上面 是有一些困难的 此外民间团体也批评 个人海外所得及资产 有时就连财政部 也不见得查得到 磕得到税 将纳税加入健保解副考量 有其困难 对此 卫福部社会保险司 回应表示 尊重立委提案 到时会邀及各界进行讨论 审慎评估 记者最后报道 许多赏鸟团体 入山赏鸟的时候 希望能够近距离拍摄鸟类生态 但是警方在玉山国家公园的 塔塔家游客中心 发现了竟然有人为了拍摄 不但擅自折断了花木 还自备面包虫来引诱鸟群 现在警方依国家公园法 开出了第一张罚单 好几个民众在塔塔家游客中心 架设专业的单眼相机 准备拍摄鸟类觅食的镜头 但树枝是被折下来 可以摆放的 连面包虫也是民众自己准备 为了引诱鸟群来吃 但在国家公园喂食野生动物 是违法的 第一次劝导 假如说他劝导不听的话 他还有这个行为的话 那我们才会给他拍照 然后说证之后 我们才会给他告发 保七第六大队表示 如果发现民众喂食野生动物 第一时间都会先劝导 大部分的民众都会配合 但这次遇到的摄影团体非常坚持 所以首次依国家公园法 对喂食的民众开出罚单 最高可开罚三千元 那我们呼吁说有客人能够 远距离用相机来拍照 不要去喂食 随意的喂食引诱它 然后这种鸟类生态会造成影响 只是不正当的行为 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 喂食野生动物 可能会影响他们的行为能力 更严重可能造成 无法自行觅食 最后甚至饿死 另外也有人为了吸引鸟类靠近 方便拍摄 还播放鸟叫声 但这不但会吵到其他游客 也会影响鸟类群体活动 希望民众能一起维护 野生动物的自然生态 记者邱紫辈彭安群 南图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